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一首《潇洒走一回》 红遍大江南北 偏快的节奏 上口的歌词 加上独具特色的嗓音 被唱出不一样的深情 直击人心 那时 大街小巷都能听到熟悉的旋律 几乎每个人都能跟着唱上几句 而演唱这首歌的叶倩文 也因此被封神 拿奖拿到手软 一年后 当他再次登上十大进歌金曲的颁奖舞台 在一片快门声和闪光灯下 他面对媒体镜头向师傅林子祥高调示爱 有人说 叶倩文的一生就如同那首歌中唱的一般潇洒不羁 殊不知 那场轰动娱乐圈的失声恋 却成了他被迫淡出的转折点 从此背负小三骂名 事业一落千丈 一生无儿无女 提起林子祥这个人可能现在许多90后都不认识了 林子祥是一个40后的歌手 早在港月巅峰时期 当时圈内对林子祥的称呼是 上古神兽以及孤峰奇侠 有的人听到他的歌声 表示像是做了火箭 亦非冲天之感 就连被称为歌神的张学友 提起林子祥时 都得毕恭毕敬地谦逊道 不可以叫我歌神 此外 林子祥还是刘德华的恩师 在音乐方面教会了刘德华许多 尤其是在唱功上 让刘德华受益匪浅 可以说当时香港乐坛中 那些名气不小的歌坛巨星 基本都是林子祥的粉丝 足以见得林子祥在乐坛中叱咋风云 或许很多人不知 林子祥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叶倩文时 其实那时的她是已婚状态 彼时的妻子是吴正元 这个人可不简单 可以说没有她的扶持下 就没有林子祥如今的成就 1983年 吴正元将叶倩文推荐给自己的丈夫 吴正元认为叶倩文是潜力股 日后可能发展成歌坛天后 于是便签下了叶倩文 让她跟林子祥合作歌曲 同年 叶倩文和林子祥合作的歌曲 重逢问世 一经问世便获得热烈的反响 从那之后 叶倩文和林子祥的名字便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这也为林子祥和叶倩文日久生情打下了感情基础 吴正元大概万万没想到 两个将她是做恩人和博乐的人竟然会双双背叛她 吴正元最后也选择成全他们 直接辞去了唱片公司高管的职位离开 他对林子祥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与叶倩文有孩子 1996年 林子祥与叶倩文步入婚姻殿堂 从那之后叶倩文林子祥就开始了狼情契义的两人世界的生活 渐渐地也淡出了娱乐圈 两人决定不生孩子 开心地去享受生活 散步 瑜伽 打高尔夫成了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日常 直到去年一档殷踪以强劲之事闯入观众视野 节目中汇聚了许多人们记忆中的香港歌手 李克勤 林小枫 杨谦化 还有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 这也是他们夫妻二人阔别舞台多年 再次用歌声出现在观众面前 节目中这对夫妻分别为男女战队出战 两人一上台就来了一个拥抱 把整个节目的气氛烘托到顶点 叶倩文还凶林子祥 我一定要赢你 不料接下来林子祥的反应太好笑了 只见他笑了笑说 我怎么可能赢你 宠溺的语气瞬间向观众撒了一大把狗粮 叶倩文唱完后 林子祥给他竖大拇指 还吻了他的手 在歌曲的渲染下 看着这两个白发苍苍的人站在一起 不禁让人羡慕白头偕老的爱情 林子祥和叶倩文在一起已有三十年了 这么多年 虽然是面临过许多争议和风波 但他们也磕磕绊绊换来供白头 那么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大家